美食街别纸盯着西北角和西湖到了 有粉丝推荐我去小海地尝尝 粉丝给我推荐的游记炸臭豆腐 这就中份的吧 十块 各来一份 要了一份双拼的 我买酱汁来一个 我喜欢这个酱汁 这个辣子有点呛嗓子 再来尝尝它这个臭豆腐 还是这个脆皮的更好吃 真的很上瘾 说到下面有点腻了 很破炸鸡 他们说这个手枪团比这个整机要好吃 大家都说买完炸鸡就来贱金包子铺来吃 感觉好烂乎 烂乎 外面这个皮超酥 超好吃 里面的肉也挺嫩的 让这个皮有点咸 这个价格其实还可以 在沙县买这么一个小鸡腿都得花块钱 把皮吃完感觉里面的肉不好吃了 有个小虾仁 其实就是鸡猫的 这个碎饼一定要做出来的咱们吃 现在已经泡囊了 三点半烧饼完开始排队了 小麻将 牛肉 还有草莓的 先来个牛肉烧饼 好吃的馅也太足了 这皮酥的都掉渣 麻将烧得这么拼啊 它有一酸甜 我喜欢吃这个 真好吃 像小甜品 但是有点扎实 看看这个玫瑰的 我以为它那个馅会是玫瑰酱 还可以 甜甜的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牛肉的和麻酱的 捏起来好软啊 不是那种特别酥的感觉你看 我以为它是那种很酥的 怎么这么皮啊 买了一盒利达滚 好糯鸡鸡啊 看起来 黄豆粉给的超多 不错这个 太糯鸡鸡了 而且它没有那么甜 还好吃 这一片吃的挺多的 但是不能算是一个美食街 更多的像一个附近居民的生活区 所以离得近的话可以靠近了